一月十三 出閃 雖然賴清德和蕭美琴 一個是狗派 一個是貓派 但是他們都是辣台派對不對 我和美琴都是認真打拚 固然遭種的行動派 這次三組候選人裡面 只有德美配 曾經在政治生涯當中 服務過台北以外的地區 我們對台灣有更全面的認識跟體驗 台灣 東西南北都有我們努力的足跡 美琴努力的上架台灣 前一陣子我們更是完成了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的協定 連美國的媒體都稱讚 他是華府最具影響力的大使之一 賴清德蕭美琴剛好美得贏台灣 但是今天晚上 蔡英文總統出現之後 還真的是贏得美贏得美 對的人就是有經驗的人 懂得解決問題的人 走對的路就是守護台灣民主發展的路 對的路就是保障台灣人民安居樂業的路 而各位報告 世界有新的挑戰 對台灣來說也是新的契機 有你們的應援 未來我會帶領國家繼續向前 我要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為台灣未來 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打下基礎 打造創新繁榮 公益永續 民主和平的台灣 大家願意和我一起打拚嗎 大家願意和民進黨一起努力嗎 今天賴清德就要辯論了 後天蕭美琴就要辯論了 我既然是蔡教授 所以我也來幫他們猜題一下 我選了三次總統 可是每一次碰到的國民黨 永遠就是這幾題 第一題 他們說投給民進黨 中華民國會滅亡 我要請問大家 蔡英文執政中華民國有滅亡嗎 中華民國不但沒有滅亡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還更大 國民黨的第二題 他們說投給民進黨 兩岸會戰爭 我問大家 有人要戰爭嗎 沒有人要戰爭嗎 我們要和平嘛 是不是 但是我們要的是尊嚴 有尊嚴的和平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是 沒有人的 事 在家 他要給我們 很認真 是